李克強召集了十萬幹部在那裡開會 結果在那場會議裡面 知字不提這個清零的事情 而且知字不提習近平三個字 然後甚至在裡面的會議裡面 這個剛冠廷唸出來的 簡直是在跟習近平唱反調 問題是李克強真的敢造反嗎 老師怎麼看 現在表面上描寫媒體的描寫 習近平跟李克強有權力鬥爭 那看一下根源 可能還有進一步的解讀空間 是這樣子 你看他5月25號 那個所謂十萬人視訊會議 如果你在中央這個層次 開一個會議的話 比如說中央委員 三百人五百人也就算了 已經擴大了 他搞成十萬人是因為告各省 各地方縣市 重點在這裡 什麼意思呢 你看李克強講的東西裡面 首先他承認說 中國經濟情況不太好 不妙 可是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 中央財政出現危機 已經沒有能力 對地方做移轉支付 要地方自己找財源 這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會演變成 各個地方自己想辦法之外 也會出現一種叫 落中央強地方的格局 地方會開始順便養兵自重 最後會變成地方割據 這個就是清朝末期的局面 如果是明朝的話 中央承擔維穩經費 然後就要變相加稅 大印鈔票 恒征爆裂 然後最後通貨膨脹 民不聊生 農民起義改朝換代 也會革命啊 那個是農民起義改朝換代的模式 這是明朝模式 清朝模式是中央 把維穩的經費 下放給地方 各個地方想辦法 後來不是有出現什麼 包括雲世凱時期 東南各省連省自保 就是准地方割據的局面 現在習近平本來是中央 來承擔維穩經費 現在中央財力不行了 要往下放 然後各個地方可能會接續 清朝末期那種地方割據 永兵自重的那種局面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央財政告急 這個才是25號 那個會議的一個重點 要向各地方通報 所以才要地方來從省縣 有沒有來參加這個會議 都省縣市的負責人 所以是地方的人很多 如果只是要中央辯論政策的話 政策鬥爭的話 不用搞到那麼十萬人 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產生一個第一個現象 就是他真的 我們可以說他真的有權力鬥爭 這是第一個假說 第二個假說也不見得 完全就是權力鬥爭 而是習近平不願意出來講 我們中國經濟情況不好 習近平不願意出來講 另外一個難堪的話 就是中央財政不行了 叫李克強出來 所以有可能是習近平推李克強出來 在風口浪尖上出來當作經濟救火隊的隊長 然後如果李克強救起來了 那習近平又閃過對不對 如果沒有救起來了 救李克強你負責了對不對 這可以甩鍋了 我都給你舞台了 給你讓你出來了對不對 你還是救不起來 那你不要怪我習近平 所以這個時候習近平有動機退到幕後 然後推李克強出來 那李克強做得好做得不好 因為習近平都ok嘛 做得好的話我沒事了 做得不好的話 連你李克強都做不好 你還罵我習近平 類似這種情況 所以就變成說 你習近平其實還是控制大局 但是推李克強出來 那李克強也不得不推 被推出來 所以就變成說不完全是權力鬥爭 這樣子 那產生一個問題就變成說 如果你是省籍地方官員的話 你到底聽誰的 你是聽習近平的 還是聽李克強的 李克強強調要對付經濟 習近平這邊強調要對 要有極端清零 對抗疫情 那怎麼辦 你要提升經濟 怎麼可能又清零啊 對 所以你如果現在把上海解封 經濟馬上緩彈了嘛 股市馬上緩彈嘛 那你現在問題出在什麼 中國經濟不好的三大原因 第一個對抗疫情 極端清零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那個對美關係搞壞了 被美國制裁了 對不對 定運了 被打得比心連中 對對美關係搞砸了 第三個呢 就現在出現信心危機 如果你危機一下子過去的話 也就算了 如果你持續下去的話 會產生惡性循環 比如說有人被裁員了 破或者企業破產了 那他會開始砍他的開支 那別的企業就營收減少 於是他又開始砍開支 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業所得消費投資 這個一個惡性循環 那這樣的話 時間拖久了會變成這個情況 如果你時間快點結束的話 也就算了對不對 大家可能覺得這個可以 當作短期波動嘛 可是他現在的話 已經拖時間拖久的話 會變成陷入一個不斷的收縮的 一個陷阱裡面 爬不出來 那所以現在注意看 那個對抗疫情的政策 跟對外關係 這兩項還掌握在習近平手裡 那李克強去推經濟的工具 就刺激經濟的工具 坦白講效果有限 到時候如果做得好 只有苦勞 功勞 還是會被習近平拿去 做不好的話 還要承擔責任 所以這個李克強的角色 其實很艱難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回來看 一個重點問題 就是為什麼動態清零 還是堅持 第一個他掩蓋 原本的經濟治理的失敗 你現在無法區分 中國經濟嚴重下滑 是因為經濟治理本身失敗 還是因為對抗疫情的 關係 你這樣搞不清楚了 第一個掩蓋掉 第二個他在拿上海做實驗 訓練人民的服從 中共最怕的就是被人民推翻 對不對 所以他要保黨保政權 這個概念之下 用社會監控高壓的姿態 來測試一下人民順從到什麼程度 你現在看看上海 只有敲敲鍋子叫一叫 沒有出來大規模社會抗爭 連六四事件那種社會抗爭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共和黨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第三個就是剛剛也有提到 那個核酸檢測背後有龐大商業利益 而且那個金額相當於國防預算 很龐大的 第三點 第四點 妙了 他可以不用支持俄羅斯 雖然他對俄羅斯有承諾 我現在都這樣子了 你叫我怎麼支持你 所以他可以不用支持俄羅斯 他可以嘴巴上講我支持俄羅斯 但是實際行動上不用支持俄羅斯 這樣美國就不至於對他二級制裁 所以他在因為為了因應俄羅斯的 這個烏克蘭戰爭 他就拿一個上海清零封閉 然後這樣子的話 他就習近平可以對普丁說 我沒辦法你諒解一下這樣子 所以嘴巴上政治上會講支持俄羅斯的話 或者姿態 但是實際行動上拿不出來 所以俄羅斯現在已經開始酸溜溜了 然後美國說密切監控 看看你有沒有支持他 準備給他制裁對不對 所以他玩出這一套 自我那個封閉封城 來應對這樣的一個俄羅斯的 這個被逼的要表態 他如果支持俄羅斯得罪美國 不支持俄羅斯得罪俄羅斯 所以他乾脆改一個 啊我上海 封城了就這樣子